那個後庭很大 有差不多超過1000呎 即是它是一個 detached townhouse 上面第三層都是10呎 主人房就會是11呎樓底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今天我又在Richmond 因為剛剛有一個全新的townhouse pre-sale 推出來 這個townhouse其實跟我上次的影片 South Gate Landing 很近 差不多可以說是斜對面 它這個發展現在有19個unit 它是由三房去到四房的單位 尺數是差不多1200呎去到1700呎 多一點的 它現在這個townhouse有獨特的賣點 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說 這個樓盤是叫Onward 它的發展商是Cadian Properties 之前已經在溫哥華或者Richmond都有建過townhouse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它那些finishing 以及它的用料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因為它其實很快都可以開賣 我現在過去展示了那個模特兒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地位是Number Four Road 差不多去到Stevenson 這邊是Stevenson 它就是四號路 但是去到四號路 可能你會覺得會很吵 但是它因為去到差不多Stevenson那邊 已經變成Single Line 而且會比較少人去到這一邊 所以它是Single Line 而且那個traffic會輕輕一點 沒有那麼吵 但是發展商也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它就會前面那些三層的townhouse 全部都是三層的 所以隔音就會好很多 它旁邊每個corner 都會有個lock off unit 即是有一個出租單位 有一個studio可以出租 有一個獨立的entrance 這個可以幫助大家的mortgage 後排呢 後排全部都是兩層的 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間 這裡有兩間 然後這邊也一樣 如果是這個 就是Single Out 即是它是一個detached的townhouse 意思呢 其實它也是part of Trata 都是一個townhouse 不過去到去你見到它 是獨立的 沒有一個牆是貼著neighbors 所以如果你是怕吵到鄰居 你買這一隻就最適合了 它這個也是最貴的 跟另外那邊的角落也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它最好就是 它的backyard很大 有差不多超過1000呎 因為我介紹Townhouse的時候 有時候開了backyard門 有些人就會說 都好像很小 Townhouse其實本身 就不會特別大 但這個去做到1000呎 就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 要在這裡玩 請朋友回來barbecue 那你都要1000呎 就夠了位去享用這個area 另外發展商 有些什麼特別之處 它在這個project裡面 就是它外面的材料 你看起來好像跟其他townhouse 沒有什麼分別 但其實它是用了一隻 日本的技術 它會令到它中間排水 那些rain screen 會做得好一點 那就是不會那麼容易 進水 或者令到房子裡水浸 講完這個model 我可以和大家 走通一下它的floor plan 是有什麼的 因為它有幾隻不同的floor plan 但大致上就是三房 加一個multipurpose room 或者是三房 加一個legal suite 或者是四房 我們可以選一兩個 和大家走通一下 因為其實它這個跡 可能你會覺得 又是那些前排很窄 三層 那不是的 我看過它的跡 其實全部都是比較闊 沒有平時那些 以前那些那麼窄 就算是三層 所以我可以首先給大家看 這個三房 三層 這個大約是1249呎 而且它的unit 全部都是double by side garage 所以你會看到 在 garage 進來之後 就會有個guest room 加一個full bath 你完全是可以 有in-law 或者visitor 在這裏用 沖上去 然後上去 就會是maid floor 你會看到它的尺寸 是沒有那麼長條的 是闊一點 稍後這個sell center 也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跡 其實它的living area 有多大 因為你看到 你的living area kitchen 這個很闊落下 然後一個dining area 亦都有一個powder room 這裡很多人都很concern 因為中層其實是應該有的 不過因為有些沒有 然後上去就是一個三間房 這個master bedroom 就比較大 有一個double sink 然後有個shower 有個walk-in closet 然後對面那兩間房 就是一個大一點的 second bedroom 然後是third bedroom 看下去應該這個是single bed 就share一個single sink的洗手間 這個就是最小 middle unit 最便宜的 現在我可以和大家說一說 它最大的單位 1000呎backyard 其實它的interior 就差不多是1500呎 它也是兩層 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然後一進去 就會有個foyer位 給你起碼脫鞋 然後才進去dining area 很正正方方的 所以就是兩邊都是闊的 擺放到一個L型的kitchen 有一個island 然後有一個living area 還有一個powder room 因為這個是ground floor 所以它就做了這個 差不多1000呎的大約 在這裡 上去上面就是這裡中間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 side by side的washer and dryer 去到這邊就是master bedroom 加上一個walk-in closet 然後再go through walk-in closet 就會去到double sink的洗手間 那master bedroom 旁邊也有一個walk-in closet 這兩間房間就在馬一邊 另外那裡就有兩間房間 兩間房間這樣平排在這裡 然後就再share 大家share一個double sink的watch room 你看到三房的那個 其實是一個Sink 現在它有四間房間 多一些人 所以它做了一個double sink 然後這一間 也會有一個double sink的watch room 即是有兩個套房 所以這個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其實是體內闊落 又有一個大backyard 如果你是需要一個大backyard 這個樓盤也挺適合你的 我現在可以進去 展示給大家看看 它那個living space的area 和它的用料 現在進去這裡 就可以讓大家看看 它有一個做了的living area 這個living area 即是看電視的space 它這個是for那個三房 剛才介紹過最小的三層 那個living space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大約是這樣 你說它那個space 即是餐廳來說 它就是一般這個size 過來這邊的kitchen 就可以告訴大家它的用料 其實它整個spacing中間 還有它的island 它的廚房 這邊的爐頭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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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材材是德國出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包起來 這些全部都是防水 然後顏色也是他們的設計師 去選擇 配合整個color tone 即是揉起來會內容一點 所有設計師不喜歡用的手掌 他們全部都是這樣拿的 或者是這樣開的 這些全部都是金屬來的 不是枕木的 然後也是有一個防水的層 它的application會是Fulger Milano 比較高級的品牌 然後會包上close countertop Backflash也會是一層過的 配合mat black的外套 整個tone會比較uniform 有五個gas的爐頭 這些都是剛才所說的 都是德國出品 雪櫃也是Fulger Milano 你會看到它跟其他townhouse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很多townhouse都是一個獨立的雪櫃 就推進去 或者一個獨立的ditchroger 就推進去 但是它們要美觀一點 亦會比較貴一點 就是這一隻 它是會包在這個櫃的門那裡 有少許很多condo都是這樣的 townhouse比較少見 這邊的尺寸其實都很長 雖然說三房單位最小 只有1200多尺 但是它那個island這裡很長 我覺得它這邊就有位置 放三個bar stool 然後它旁邊也是包了這些櫃 已經是include了你可以擺東西的 這個show room到這邊 就會是dining area 它也會說是一個 actual size of三房的dining area 所以其實 由一般來說 它只有1200尺 我覺得這個spacing也不錯 做得更多 另外一個賣點就是 譬如三層的炭house 最低的那層是9尺 現在我們站在主櫃 就會是10尺 上面第三層也是10尺 主人房就會是11尺 所以整間屋就會感覺比較spacious 我現在站在這裡 它說有9尺11尺 所以差不多是10尺 然後它的show room還有一個洗手間 是做了出來的 它這個洗手間 就模擬了一個主人房的洗手間 是double single的 它那些櫃也會拉出來 但它說如果小單位 就會變成這樣開的cabinetry 所以這個你們要知道 它也有這個medicine cabinet 兩邊都有 有燈在旁邊 看東西清楚一點 進到這邊是toilet 然後有個shower 後面的廁所 就是主人房才會有的 它所有的tile都會插上去頂 洗手間也有10尺 然後它又包了這些 不單是一個 就是marser bedroom 有rain shower 還有可以拿下來的shower 它旁邊這裡 都會加了那些洞 讓你去擺東西 這樣就更實用 你不用再加價了 就這樣就用得了 它的sale center 除了有洗手間、廚房 還有color scheme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show room 剛剛大家看到的 就會是cream color 有一張照片會比較容易 讓大家做referencing 或者你可以選一個gray 這個gray 大家可以再看看 那個顏色 因為它很細心地 做了一個gray color的廚房 即是countertop 你會看到是淺色一點 然後後面的cabinetry 就會是灰一點 地板也是看起來 是深色一點的 然後這個洗手間 地板就會有一個 好像米色地 然後白色的cabinets feature wall也不是黑色 是灰灰的顏色 也有另外的資料 可以再告訴大家 因為它做了一個圖案 圖案 圖案可以更清晰地 告訴大家 這個樓盤的地板 是在哪裏的 其實是第四樓 去到steveson 還未到 就是這裏 所以這裏 不像steveson 大家那麼吵 這邊確實會比較靜 然後它的校區 如果你讀英文 就是McNair 如果你讀法文 就是McRoberts Secondary 如果你說 我讀私校 因為它其實 在第五樓 都有兩間私校 一個是Cornerstone 一個是Richmond Christian 如果你在這裏住 你出去都是很近的 即是steveson 我想5至10分鐘便到了 買東西可以在這裏 Iron Road Mall 如果你要去Thor Watson Mill 就是15分鐘 如果你要去機場 它那裏寫了 也是15分鐘 因為Richmond 始終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其實來來回回 可能都是15至20分鐘 我可以再給大家 看看這邊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真正 它是1000呎的背後 你看它擺了一個長桌 然後有一個BBQ爐 再加上另一邊的外面 其實是可以開派對 請很多人過來 這個應該是很舒服的 如果夏天在這裏 享受外面的空間 然後可以再給大家看 最後一張照片 就是整個屋苑 這個是On Number 4的外形 現在Sell Center的資料 全部都分享給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他功能 跟大家介紹完 除了展示室內 所示範的Kitchen Washroom 以及Color Scheme 等等之外 其實有些資料可以補給大家 就是它可以選擇的 升級材料 第一個升級材料 就是它的地板 因為它現在的主桌 就是地板 用一個叫SPC的地板 其實SPC有一點像Vinyl 因為它是完全防水的 然後它這個SPC 是混合了有一點點 concrete在裡面 所以這隻是防水而後 可能會比較穩固 就是在主桌 然後樓上和桌上都會是地板 你現在可以做一個更新 就是在樓梯桶上都變成SPC 然後另外一個更新 其實是每個洗手間都可以更新 去做一個地暖系統 你洗澡後 地下就會暖粒粒 然後另外一個更新 就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一個Garage的更新 它可以把地板變成E-Poxy的地板 大家可以看見會更新 更新的更新 這裡有一個更新的座行 就是發展商會送一個三年TELUS的 HOME MONITORING SYSTEM 因為很多買家 買了一間新屋都會擔心 要不需要安裝Alarm 怎樣設定都比較麻煩 現在發展商還送了三年這個Alarm SYSTEM 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然後這個開展會有冷暖氣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一些新的開展是有沒有冷氣 這個也是有的 大家看完這個樓盤的資料 如果覺得設計你很喜歡 或者整個桌子設計會適合你 就快點和我聯絡 因為它現在已經可以收入Suite Request Form 即是可以告訴你你想要甚麼單位 希望快點進入Request Form 就會大機會拿到你心儀的單位 而且近來也有很多人在找 這一個TOWNHOUSE的樓花 因為大家也想可能兩年後去成交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盡快和我聯絡 讓我給大家更多資料 然後可以幫你補充下一步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條影片 喜歡就按個Like Share 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我的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